8月12日,海南省纪委监委公布了原海南医学院第一处属医院 院长李景璇严重违纪违法,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 经查,李景璇丧失理想信念,背离初心使命 对党部忠诚不老实,对抗组织审查,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,违规收受离皮离境 违背组织原则,在组织寒寻时不如实说明情况 连接底线失手,违规收受他人财物 违规干预插手工程项目,把工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 利用职务便利,为他人在设备采购,项目承担等方面务力 并非法授受巨额财物,即兼部门点评 李景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连接纪律和工作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负犯罪,性质严重,影响恶劣,应与严肃处理 公开资料显示,李景璇、博士、主任医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 海南省千人专项人选 落马前,还是热带药物创新与转化教育 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海南分中心主任 中国科学会肿瘤疫苗专业委员会主任主任 海南省医学会副会长 海南省医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海南省医学会副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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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